那么我就想讲就是说 统计界有个非常著名的学者 叫GEP Box 他呢就是曾经讲过 一非常著名的话 他讲所有的模型都是错的 但是有些是有用的 所以说我今天在左边这个图 大家可以看了 就是说这个是一个美国的 大概的我们的 confirmed COVID-19的 cases 就是到了这个六月初的话 就是说突然出现了一个巨大的拐点 这个拐点不是往下拐 是往上拐 这是真正的出乎 基本所有人的预料 就是像这种东西 你怎么建模型 没有模型能把它 把这个东西给抓住 所以说我的意思就是说 建模是非常难的一个问题 如果你在三月份 或者四月份 疫情刚开始的时候 想看到六月份这个往上拐的 这个拐点 那你就是真厉害了 但是这个事情确实是 几乎不可能的 现在我们来看 就是很难有一个模型 在长期预报这个方面 能做得非常好 所以统计的模型 还有别的模型的话 都是在这个 可以说都面临了很多挑战 就是说 当然这次这个新冠病毒 对我们来讲的话 是一个史无前例的机会 研究的机会也好 对我们做模型的人来讲的话 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 就是说面临挑战 就是说解决问题的 这么一个机会 所以说我今天讲的话 就这么多模型的话 我还是集中来讲一些 流行病的模型 我自己就是做一些 这方面的研究的话 小小的心得吧 给大家就分享一下 所以其他的经济模型 什么政策方面的模型 可能其他的老师会讲得更好 而且就是我们后面 还有些后续的讲座 会接触到这方面的问题 所以说我就觉得 就是说从建模的角度来讲的话 它实际上是一个 非常综合性的一个技能 或者一个任务吧 它就是说既要你这个 有些综合性的技能 同时也需要一些 非常好的一些这种 叫什么计算方面的 一些技能 对吧 你光是有一个概念性的模型 不行 对一个具体的政策来讲 你需要有一些 确定的量化的一些东西出来 这些量化的东西出来 必须要一些计算才能做出来 对吧 首先那你建模的第一点 当然是非常重要 就是说你这个建模是为了什么样的目的 如果你的目的不清楚的话 那你这个模型实际上是没法进行的 对吧 你建模是没法进行的 我们不好 嗯 有问题吗 没有 请继续 就是说我就说建模的第一个重要的事情 就是要确定你的目的 你的建模的目的是什么 这个是非常至关重要的 嗯 第二个建模的非常至关重要的东西 你要好的数据 对吧 你不能巧妇 乱坐我五米之吹啊 你不可能就是说光有一个好的设想 一个好的题目 你没有数据 待会儿呢 就是今天的第二部分 专门讲数据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 就是说是做我们建模的人 叫做吗 就是我们的粮食 如果没有好的数据的话 模型是根本没法建立的 第三个我觉得比较重要的 就是说你做这种 不管你建什么样的模型 你要有很好的洞察力 就是说你想抓住什么东西 你这个模型想去抓住什么东西 因为我们来的数据的话 实际上是很 实际上是没有通过很好的实验设计 得来的 都是一些就是说去抓出来的数据 又带很多的随机性和误差性 偏差性 就是说你要有很好的洞察力 我这个数据里面 我能把什么东西抓出来 这个抓出来的东西 对我们建模是一些 非常关键的一些特征 这个东西你需要你的经验来实现 就是说你应该有很多建模的经验 在一些类似的 或者相似的这样一些场景里面 或者这种应用的领域里面 你有过这样的经验 你知道怎么去抓这些东西 把一些关键的特征抓起来做建模 这个是非常需要的一个洞察力和你的经验 第二第三个就是说你需要很好的计算的条件 对吧 你有一个很好的计算的平台 需要一些数据的一些技能 数据分析的一些技能 你光是有经验的 对吧 就是也没有 当然我们的一些大的PI的话 就是说我们自己没有很好的 就是说机器学习的技能 但是我们可以去顾一些 这种有机器学习这种本事的人 会找他们一些合作者 或者找一些信念的学者 一起来做这个项目 因为做这种项目不可能是一个人 或几个人做 一定是一个比较大的团队才能做出来的 当然你自己也可以去做 对吧 但做出来东西往往就是比较 面比较窄 因为这个是一个综合性的问题 不可能你用一个很小的面 就想做出一个比较有影响的工作 当然了最后一点 我做模型一个非常重要的 就是要做validation 你一定要去做validation这一块 对吧 你做出来的模型 如果没有validation的话 那模型的 它的没有验证性的话 证明性的话 它不行的 第三个就是说 你怎么去把你做出来的东西推出去 让别人能知道能用 对吧 这个我还是觉得是一个 很好的一个技能要学习的